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甲壳质可以修复细胞膜 当我们受损的细胞需要修复的时候 甲壳质可以帮助 另外 甲壳质它还可以去诱导细胞 活化细胞 会让免疫细胞更好地去发挥它的功能 第二个方面 甲壳质是碱性的物质 它可以改善人的体液 由酸性转到弱解性 让更多的细胞和器官更好地去发挥作用 第三个方面 甲壳质被称为人体的环保剂 它可以去排除体内的毒素 保持更好的内环境 让细胞 器官 组织来发挥更好的作用 天师的甲壳质胶囊 它不但为我们去保持好的内环境 同时还会改善我们所有的细胞和器官 提升它们的功能 这样就可以达到预防疾病提升免疫的功效 所以甲壳质也是我们提升免疫力的一个产品 为大家做天师甲壳质胶囊的演示实验 取来一个空杯 大家知道甲壳质它不溶于水 它是溶于酸 那么为了让这个液体呈酸性 我取来了白醋 倒到里边 均匀地搅拌 当液体呈酸性的时候 甲壳质更容易吸收 取两粒甲壳质 均匀地倒在杯里边 轻轻地搅拌 大家发现甲壳质很快地溶解在了液体里边 大家知道甲壳质它是排毒大王 为什么被称为排毒大王 做完试验大家就看到了 我下面做一杯有毒的水 倒上普通的自来水 大家知道自来水是来自于水场 水场是用两种物资来处理水 一是用氯气杀菌 二是用漂白粉去漂白 那么这两种物资其实对人体都有害 那么只要它们的含量不超出标准 人体就是可以用的 那么我现在呢 取来了漂白衣服的漂水 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漂白粉 我把它倒到这个杯里 这个杯里面的漂白粉就超标了 现在我们看这两个杯子 一个杯子里面有大量的甲壳质 甲壳质呢 是带有正电荷的 那么这个杯子里含有大量的漂白粉 一般有害的物资都是带有负电荷的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甲壳质倒到漂白粉超标的这样的杯子里面 它们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那么大家知道 一个杯里面含有大量的正电荷 一个杯子里面含有大量的负电荷 当它们溶解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肯定是吸附 正电荷和负电荷它是相吸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杯子 那么大家会发现 现在呢这个杯里面的甲壳质 正在开始呢去吸附这里面的漂白粉 大家已经发现它已经开始形成了物状 那么同时大家还会发现 您看呢这个物状在慢慢的去 在上升 下面就开始逐渐的轻 这就是甲壳质可以吸附体内的毒素 并将它排除体外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如果这杯水放的时间越长 那么下面清的位置会越高 如果明天放到明天的时候 24小时上面的漂白粉会呢 漂在上面会很薄很薄 所以我们好多伙伴有经验的服用甲壳质 之后都要大量的喝水 然后通过大小便把毒素去排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